大家好 欢迎收看要闻快评 中国人民银行在周二15日突然无预警降息 想要刺激经济 同一天 高盛集团发布报告说 全球避险基金正在大量抛售中国股票 为什么呢 今天请来两位专家为我们深度分析解读 他们是美国经济学家黄大卫和中国问题专家王鹤 中国人民银行在周二无预警降息 将一年其中期借贷利率下调15个基点 7天期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 想要刺激经济 中国各项经济数据7月份都非常疲软 尤其消费者物价指数-0.3% 生产者物价指数-4.4% 已经连续10个月出现负值 显示通缩正在加剧 首先第一个 中国的央行本周的降息的背景是在全球的央行都在加息压通缩情况下 它是一个立项操作 是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它并不是一个通胀 而是一个通缩或停止补钱的一个状况 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它不单纯是由于 市场上面缺乏资金导致的 更多的是由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还有大环境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国际环境现在中国出口欧美市场和欧美市场本身需求都是比较弱 中国现在目前出口跟进口两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的数据都是一直在下降 甚至是还要差于2022年的严格封控期间的数据 证明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 是非常不活跃 仰仰担忧的 第二方面来说 中国的民营企业跟民间资本 现在的一个活跃程度非常低 它不是是由于这个资金的一个缺乏 而是由于市场的空间狭隘 在中国国内大部分能够容易盈利的市场都是由国有的资本来控制 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比较有限 而过去还可以施展拳脚的出口市场 目前的民营经济来说参与 来说就是他们出口欧美的减少 而出口东南亚国家 亚非拉国家 还有俄罗斯是增加的 但后者它的利润率是远低于欧美市场 第三方面来说是由于居民的消费不足 而居民的消费不足是由于三年的疫情风控导致一个失业率上升 还有对我们说的民营企业的盈利率下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现在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 导致老百姓的一个社会保障 医保各方面还没跟得上的情况下 对于伟大的经济前景 他们感到担忧 很没有信心 也不敢去消费 最后一点来说是由于最近从贸易战之后 中国的国际贸易国际关系相对来说要紧张的多 一部分的外资企业跟我们说的一个出口订单 他们由于担心地缘政治 还有欧美对中国的一些产业的制裁 他们选择可能暂停了中国的一个投资的计划 甚至是有一部分民营产产业 他们在把订单放在海外 换的是撤出中国市场 种种以上所说的东西都是造成中国目前的这样让人担忧的经济情况 单纯的这样利息它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解决一个目前经济的困局 但对于一个投资市场来说 相对来说降低利率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目前还不能够足以对冲目前市场上面的利空 它下降的幅度其实并不大 非常的温和 这说明是什么呢 它是进退两万 中国听起很糟糕 它要刺激中国经济 想货币放水 但是货币放水是不是能起到效果 从目前情况下很难达到它的预期 这有两大限制因素 第一个限制因素是什么呢 是中美之间的货币政策 走了两条轨道 是对立的 美国这边在升息 要打死通货膨胀 中国是面临着通缩的压力 那么你要降低利率 你一降低利率的话 这无形之中就会把很多的资金赶走 资金外流 这给党都缓不住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 通过发放货币来促进经济增长 这个效率是越来越低 像去年发了25万亿吧 今年又发了10多万亿 但是它的经济产出呢 你看我们的GDP才增加多少 根本不成比例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整个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你投了多少钱进来 经济就失不起来 GDP就增长不了 所以有这么双重这个限制之后 央行做的是比较谨慎 只是给大家放个信号 下降了25个基点 意思意思 其实实质上起不了救世的作用 起不了提振的作用 说穿了 它其实就是应付最高当局 毕竟是个专业人才 我这个要体现 你说你的专业性出来 在政治压力下来 就是做个表示而已 那么目前中国经济这个困境 其实当局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倒退20年 过去像日本什么失落的30年 其实日本经济在慢慢的转型 日本经济的整体运行 远远不是中共说的那么糟糕 那么中国经济如果能达到日本经济那个水平 就是卸天卸地了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 经济情况比日本过去三年要糟糕很多 高盛周二15日发布报告称 由于对中国房市以及多项经济数据疲软的不安全感 全球避险基金 也叫对称基金正在抛售所有类型的股票 但在中国国内股市上市的A股最为严重 占抛售总量的60% 高盛表示 在8月14日前的过去10个交易日 避险基金在其中8个交易日竟卖出中国股票 其客户同时撤掉多仓与空仓 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 中国股票在任何10个交易日内的最大进抛售潮 也是过去5年来的最疯狂抛售之一 高盛其实应该来说在今年的年初第二季度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一直在看控中国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最近的爆出的碧桂园作为一个房地产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企业都发生无法支付 美元债券还有中芝西这个信托的理财 他们都不能够对付他们的产品 这些东西就是证明了高盛其实是在短期内 是严重看控中国的金融市场 它其中8个60是中国的A股 另外840的话我们估计应该是在香港上市跟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 以及这些相应的债券 这说明了作为一个国际投资的一个领头羊 他们都在尽量的回避中国的金融市场 过去中国的金融是非常封闭的 就是在川普的压力下 中美贸易战压力下为了化解 所以中共把这个很大的一个诱饵抛出来 开放金融 而且基本上这个限制 取消的差不多了 到目前为止 外资持有的A股的 也就是三万多亿人民币 占整个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规模现在有85万亿 只占了4%左右 那么外资在美国股市的占比是15% 在日本是30% 然后它在韩国是在20%到20%之间 它在台湾这个外资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 已经基本上接近40%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股市 它的外资占比只有4% 这说明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个基本事实就是说 中共这个金融股市这一块 跟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差距也太大 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对整个中国经济和中共的高度的不信任 你想想如果外资能够达到10%或者15%这个水平 那么会有巨量的资金融入到中国市场来吧 你再来看那个什么避险资金退出中国 而且现在不光是说一家两家的问题 是个普遍性的做法 像那个桥水资金 那个他的老板达里奥 他历来是中国唱说中国经济怎么怎么好 是中国的大好友 但是今年他也开始卖出去了 然后像别的老虎基金 像那些比较有名的一些避险基金 都开始减持A股股票 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他这个做法 因为是中国经济的风险太大 政治风险也大 在这种情况下 退出去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中国金融市场在短期 以及可能是中期内 他的一个投资风险正在不断加大 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逆转这个风险的信号 好的 欢迎您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您的看法反馈和建议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要闻快评 下次节目时间和您再会